由于平林分队的建筑物老旧,为了提升消防同仁救灾和安全的效能,因此规划了这次的新建工程,并且同步规划了市民活动中心。 本工程新建地下一层及地上四层之钢筋混凝土构造建筑物,总楼地板面积734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让工程能如期完成 消防局建筑师监工还有营造厂的各工班们 不管风吹日晒雨淋都不辞心脑 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 而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 大家都必须戴上口罩 原本炎热的环境进而变得更加闷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